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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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亂叫 沒事 戴個耳機 這個遊戲蠻不錯的 有多種語言 有一個敲擊聲 跳出英文我剛也嚇到了 動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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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tatoes 動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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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就有嗎? 如果你聽了他的故事,趕快告訴你沒有聽過的人 不然他一定會來找你的 這個遊戲還蠻不錯的,重置以後 剛剛那個還可以 好,設定四個字以內的暱稱 好,我們就安安時吧 我們都是這樣取名字的 因為我記得是男生,阿圓是男生嗎? 對啊,叫我自己的名字好了,反正 出事我負責 本作一部分改編是真人真事 喔,這個畫面有印象 我們那個說法在徵結這個人是男是女 那個,你們有聽過十人小男孩嗎? 這個家也太 太舒適了吧 有點小,可是有點熱而已,可是還蠻舒適的 當然聽過了 那不是最近超夯的都市傳說嗎?這個男才女的 小玉 那這個人是小玉吧 還是這個人家好 小玉家好 請回憶一下 我們為什麼會在小玉的房間 還拿著厚到爆的 諮商心理學呢? 喔對,為什麼 啊?為什麼 讀書會 明天不就期末考了 你們不知道 教授有讀研是不是? 想被盪嗎? 諮商心理學 哇,頭好痛 之前去修沒事跑去 修那個心理學的課 把我自己弄死 小玉 我才出國教壞一年 安石怎麼變那麼神經質了 被女朋友甩了嗎? 啊? 你問我 我問誰呢? 安石 你有什麼心事都可以說 我們一起笑你 哇,這就是好朋友才會有的反應啊 那個所以 你到底有沒有聽過 十人小男孩呢? 聽過 又怎麼樣呢? 我們這一代 不是常有凶殺案嗎? 聽我的朋友說過 被害者在被害之前 看過某個小男孩呢 幾天後 那些人 就會沉睡在房間裡 身體不見了 是有聽過這樣的故事 所以呢? 那你知道 他的過去嗎? 究竟是什麼? 讓他進化成 這世血的死人魔呢? 呃 我還真的不知道 我還真的不知道 呃 怎麼 你現在是要個案概念化 還是繪製他的家族圖呢? 這個不是很好嗎? 聽有趣的都市傳說 還可以複習 諮商心理學 你就讓家好說到底嗎? 他叫我自己的名字 我真的好微妙喔 我是不是搞錯了 我是做錯了什麼 這不以前玩過了 可是重製版 重製版就要那個 重玩一次 還增加蠻多東西的 這男的 應該都是三個男生吧 不要最後 最後叫女生 最後是一個女生 我一定傻眼 好我們先存檔 這好像隨時存檔的 不錯 食人小男孩 食人小男孩 原本是一個 很普通的男孩 跟爸媽 姐姐 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可是有一天 媽媽 跟男人跑了 爸爸開始酗酒 一切都變了 只要喝醉 爸爸就會對姐姐 做一些暴行 那暴行 特別的括號 代表什麼意思 那個小男孩 該不是姐姐生出來的吧 姐姐起初 拼命的抵抗 直到 爸爸說了這一段話 他說什麼 你不陪爸爸玩 爸爸 就跟弟弟玩 什麼意思 你不陪爸爸玩 你不陪爸爸玩 你是姐姐吧 你自己決定 所以姐姐就不抵抗 任由爸爸施暴嗎 這麼小就當救世主 好棒棒 小孩嘛 不會分責任的歸屬 不然怎麼會有小孩認為 媽媽離家出走 是因為我不乖呢 食人小男孩的姐姐 就是那種小孩 所以 就算爸爸的暴行 越來越兇 就算弟弟 只會躲起來偷哭 姐姐 還是橫下了一切 小孩受不了這種暴行 他不會想逃嗎 那你就不懂了 如果爸媽 不爸媽 小孩 尤其是有弟妹的小孩 就會長大 取代了爸媽的角色 姊姊變成了弟弟 還有爸爸的媽媽 喔喔 姊姊變成了弟弟 還有爸爸的媽媽 爸爸的媽媽 而且 你要是看過爸爸施暴的場面 你還真的搞不清楚 誰才是爸媽呢 那你有看過嗎 每次施暴完 爸爸都會趴在姊姊的身上痛哭 這是什麼Play啊 這爸爸沒問題嗎 這爸爸 等一下 這種壞人最差勁了 爸爸的媽媽 也就是食人小男孩的奶奶 發生過什麼對吧 食人小男孩的奶奶 這爸爸真正的媽媽對不對 你在追究 故事就講不完了 啊 所以東邁裡那些純粹的壞人 還是 秤職的壞人啊 你可以輕鬆地怪罪他們 不用鳥他們的過去 就像小玉說的 如果爸爸是秤職的壞人 姊姊可以輕鬆地怪罪他 可惜他不是 他說秤職的壞人就是很純粹的 就是我去做一件壞事 我沒有任何的其他原因 我就是想做這件壞事 應該就是所謂的秤職的壞人 那如果是 呃 被人指使 或者說你心裡有其他疾病 的那種壞人 要輕鬆地怪罪他就可能有點壓力 除了忍受暴行之外 還得安慰 只會道歉的弟弟 比方說 姊姊沒事啦 沒事 姊姊吞下的是 整個家的眼淚 眼淚在那小小的身體裡翻腾 怎麼可能沒事呢 而且 即使姊姊 保護弟弟 免於肉體的暴行 弟弟也逃不過 精神的虐待 本次姊姊變成了 弟弟跟爸爸的媽媽 他的斷句有點微妙 可是 多念一次就懂了 所以弟弟 弟弟把姊姊當成媽媽 姊姊的爸爸呢 把那個姊姊 當成他是自己的媽媽概念 很不巧的 弟弟長得和媽媽很像 是 就是那個 跟男人跑的媽媽 所以是 原本那個爸爸的老婆 可能跟別人跑了 所以爸爸才出現了一些心理疾病 像媽媽 你那麼娘炮 是會霸凌的 爸爸 每次都準備很多肉 逼弟弟吞下去 他是用弟弟長重一點 不要那麼像媽媽 就算弟弟 看到肉就怕 吃到肉就吐 爸爸也不放過 今天把大塊大塊的肉 灌進他的嘴巴 爸爸越虐待 弟弟就越退縮 弟弟會退縮 爸爸就越虐待 但 爸爸不是瞎操心 像女生的弟弟 真的有被霸凌 老師也被裝作沒看到 他只能過著地獄般的生活 神威安安喔 臨死安安 結果 弟弟產生幻覺 開始看見別人看不見的人影 聽到別人聽不到的聲音 終於他覺得 一切都是惡靈害的 他是弟弟還是爸爸 世人 就不可能那麼壞 一定是因為爸爸 老師還有同學 一定是大家都被惡靈附身了 所以弟弟也出現心理疾病了 他覺得 人都是好的 只要是壞人 就是被惡靈附身 所以一切的起因都是 媽媽造成 如果 照這個故事剛開始沒錯 因為媽媽跟其他男人跑了 所以爸爸生病 所以爸爸有施暴的 的狀況 施暴姐姐 還有弟弟 可是 姐姐幫弟弟擋刀 這樣子 目前看起來姐姐好像還沒有生病 那弟弟因為 就微微縮縮的 因為精神上被 爸爸那個狀況影響了 然後也很產生了一些心理疾病 他覺得 周圍的同學都是 還有老師 會那麼壞都是因為有惡靈 好沉重的故事 最黑色的人是我 呃 那他們為什麼不跟別人求救呢 跟誰啊 跟中座沒看到的老師嗎 如果你跟老師說 爸爸 就會帶姐姐一起去死 你不會害死 你不會害死爸爸跟姐姐吧 你最乖了 要知道 爸爸也是有兩把刷子的 哇塞 有沒有這麼狗血啊 這樣就狗血 你也太早謝了 哈哈哈哈 起茶 他唸過去沒有意識到他說出一些很奇怪的話我直接唸出來 摩天 弟弟拖著沉重腳步回到家 開門 一面而来的是 一如往常的酒臭 还有血腥味 哎 弟弟回家 破碎酒瓶 沾血除刀 脸被擦烂的爸爸 手被割破了姐姐 不看桌上的遗书 也猜得到发生什么事了吧 哇 所以姐姐爆炸了 姐姐最后还受不了了吧 应该说她撑到现在 还比较不可思议吧 然而拿起桌上 沾满血泪的遗书 弟弟却看到了 都是你 都是弟弟 一瞬间 弟弟脑中有跟什么东西断了 这不是姐姐写的 姐姐不能写这么坏的话 这一定是 对了 是恶灵写的 弟弟的脑袋瓜为了保护自己 把对自己不利的讯息给抽换了 毕竟她会看见 听到那些幻觉 也就是为了保护她 还有姐姐的小天地 爸爸身上的恶灵 想附身姐姐 姐姐不想伤害我 也是为了解放爸爸 所以才会杀了爸爸和自己 好 所以这次轮到我了 轮到我雏灵 哇塞 弟弟 但是 把姐姐和爸爸丢在这里 太可怜了 嗯 装起来不就好了 还有爸爸有训练我 把很多很多的肉 装进胃里 他装起来的意思 他装起来的意思是吃下去 可是 警察贝贝如果发现血迹 却找不到被害人是谁 一定会被骂的 把头留给他们吧 于是 食人小男孩 就装着姐姐和爸爸 踏上了雏灵的旅途了 这就是食人小男孩的过去 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被害者 都会留下一颗头 这是 他最后的良心 这故事还不错 现在听过一次了 现在回想起来 可是 以都市传说的 好 没关系 请等一下再讲 巴拉哈安哦 你好 呱呱 我叫你妈妈 嗯 拒出人肉的味道像猪肉 谁说的 哈哈 没有印象 哇 爸爸这个事情 序勒索 可是爸爸生病啊 所以他也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他会在姐姐身上哭 他把他想起妈妈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惧怕女性的一些概念哦 我不太懂 我也没有学过 家豪 你 讲的版本 和我听的也差太多了吧 不然你听的版本 是长什么德性呢 就 就死人小男孩小时候 常被爸爸关在阳台 他每天晚上都会去拍窗户 拜托爸爸放他进去 如果你听了他的故事 不赶快告诉别人的话 他晚上就会来拍你的窗户 求你放他进去呢 你一开窗户 他就会咬掉你的头 吃掉你的身体 嘿嘿 这两个版本 呃 小玉 听了食人小男孩的故事 不赶快告诉没有听过的人 他就会找上门对吧 对啊 怎么了 家豪 你冒着被盪的风险 也要跟我讲这些 你该不会 嗯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老子 要是今晚被吃了 还管被盪不盪呢 你 食人小男孩今晚会找谁 根本不是重点吧 个 重点是 家豪 你也太会加油天畜了吧 拜托 爸爸在家对男孩跟姐姐做的事 你最好会知道啦 都市传说不能吐槽 可是 家豪添醋 就另当别论了 哼 又是要家豪添醋啊 那要干什么 不是这样的吧 这位施主 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在都市传说 追求真相 吃我的家有添醋啦 呃 都市传说 就是要虚中有虚 虚中有虚 虚人小男孩的过去 可能没有那么狗血 或者更狗血 他也许不存在 也许今晚就会吃了我 哼哼 我觉得 哼哼 哼 白吉安安喔 然后他们三个一起被挡了 这才叫做都市传说 说死了还好玩吗 好喔 都市传说嘛 本来就是虚中有石 不可以说死 不过 你说的是哪个版本啊 有件事我是可以确定的 啊 爸爸和姐姐 有没有被恶灵附生我不确定 但写下都是你都是你的 一定是姐姐本人 嗯 你又知道了 不敢反抗 比自己坏的坏人 所以怪罪一样好 甚至是比自己好的好的人 欺善怕恶 结果大家一起被坏人欺负 那才不是恶灵 而是所谓的 偶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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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